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二进制的不码表示法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就学习了这个圆码表示法 我们知道在这个圆码表示法里面呢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0有两个表示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使用圆码来进行操作的时候 特别是两个数的符号位不同的时候呢 我们的操作过程非常复杂 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一种表示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学习二进制的不码表示法 使用这个不码呢我们就可以解决前面所提到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不码的定义 那么不码的定义呢可以从这里面来看到 分为两个部分 如果说x大于0的话 那么x的不码呢就等于x 另外如果x小于0呢 那么这个时候x呢就等于2的n加1次方 加上这个x这里面的n呢表示的是这个x的位数 同样的我们还是以几个例子来开始 什么是这个补码的表示法 首先定一个例子 假设这个n呢等于4x等于13 那么这个时候计算x二进制圆码以及补码 在这里面为了熟悉这个补码表示法 我们先把这个补码的定义贴到这里 接着我们按照这个定义去计算这个补码 首先我们来求这个二进制的圆码 非常简单 这个二进制的圆码x等于01101 前面的这个0呢表示的是符号位 接着我们再来算这个补码 因为在这里面x等于13是大于0的 所以这个时候补码等于圆码 所以说这个时候补码是跟圆码一样的 好的 看完这个正数的例子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负式的例子 例子2 x等于负式3 计算x的二进制圆码和补码 同样的我们先把这个补码的定义给贴出来 这个时候因为这个x是小于0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使用下面的这一个定义 同样的我们先把这个x的圆码给求出来 那么圆码的求法呢 前面介绍过 使用的是重复相处法 接着我们再代用这个公式 把x的补码给算出来 那么代用呢 等于这个2的n加一次方 加上这个x就等于2的5次方 减去13 等于100000减去1101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了10011 在这里面我们因为这个n是等于4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要把这个符号位给标记出来 这个时候就得到x的补码是10011 前面的这个1呢是符号位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的套用这个公式 就可以把这个补码给算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来巩固一下这里面的运算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例子3 假设这个x等于-7 那么这个时候计算x的二进制圆码和补码 同样的因为这个是小于0的数 我们先把这个补码的定义给贴出来 按照重复相处法走到圆码 接着我们代用这个公式 求出-7的补码 负起的补码等于2的n加1次方 加上这个x等于2的5次方减去7 等于100000减去0111 得到这个11001 同样的因为这里面n是4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符号位和这个数值位给分割开来 把这个符号位填在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x等于-7的补码是 11001 前面的这个1呢是符号位 第四个例子 如果这个x等于-1 那么这个时候计算x的二进制圆码和补码 同样的我们还是把这个补码的定义给列出来 求圆码 圆码非常简单 等于10001 接着我们套用这个公式 算出这个-1的补码 等于2的5次方减1 等于这个1000000减0001 等于1111 同样的我们需要把这个符号位和这个数值位给分割开来 这个时候就得到这个x等于1111 前面的1是符号位 后面的四个1是数值位 好的同学们 那么到这里为止 相信同学们对于这个二进制的伯码表示法都比较理解了 那么我们再来回到最初的问题 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引进这个伯码表示法呢 对于这个伯码表示法 我们希望的是 希望找到一个使用正数来代替复数的方法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解决的了 在前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正数来代替复数 除此以外 我们还希望使用加法操作来代替减法操作 从而消除减法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是没有实现的 因为我们在计算补码的过程中 还是使用了减法 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 x等于-7 我们计算x的二进制圆码和补码 那么圆码呢 等于10111 而对于这个-7的补码 则需要套用下面的这个公式来计算出它的补码 等于2的五次方减7 就等于这个11001 所以它的补码是这个11001 前面的1是符号位 但是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在计算补码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使用了减法 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使用了减法 因为在这里面的公式里面 我们需要加上这个x 而这个x呢 是负数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不可避免的使用了这个减法 那么这就无法忍受了呀 因为我们本来引进补码的目的 就是为了消除减法 结果呢 我们却在计算补码的过程当中 还是引用了减法 那么有没有方法 可以使得这个计算补码的过程 不需要使用减法呢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学习 我们下期见